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是艾遜的產品經理Wen 那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榮幸能與大家分享 艾遜在智慧製造這一塊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其實剛剛在下面也聽了 兩位先進的一個介紹 其實也收穫很多 那我們把整個智慧製造再更聚焦一點 到AI視覺這一塊我們能提供哪些方案 那接下來由我來介紹這樣子 好 在進入正題之前 我來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公司 我們是艾遜 那其實可能有人聽過我們 有人沒聽過 那我們是一家台灣成立的公司 剛剛在聽到簡教授講到藍湖策略 就很有感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在地創立30個年頭了 那我們也持續在做一些轉型的一些服務 那我們全球有15個分公司 那有60個以上的一個 然後我們總共有750位的員工 其中超過200位是工程師 所以其實我們的產品 都是在台灣的研發生產 都是在台灣 對 那簡單的在那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這個是我的 agenda 那今天我會分三個部分來介紹 第一個部分是整個AIOT的一個市場的一個趨勢以及應用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們在講AIMV的一個解決方案 能提供給各位的一個方案服務 那最後一個部分會邀請我們的partner 音式科技 他是AI軟體的一個專家 他實際上去分享一些暗場的一些案例 讓大家更有在這個智慧製造升級方面更有感 OK 我們一直在講的一個智慧製造 那其實我們在講智慧製造升級 其實面臨了四個挑戰 我這邊簡單的整理一下 其實第一個挑戰就是 剛剛有提到的就是生產的改變 那其實我們台灣其實非常的 怎麼講 非常彈性 我們中小企業非常的彈性 那我們可以去因應的一些少量多量的一個變化 然後去做一些產業的再升級 那當然這樣的升級過程 我們必須去融入不管是AIOT 或是IOT的一些技術在裡面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Supply Chain的Management 其實這兩年受到整個疫情的影響 那各國Lot down嘛 那也造成缺料的問題 相信各位應該常會遇到交期非常恐怖 都回到了年底 所以如何透過Supply Chain的Management 去做一些物料的管理 然後在一些實際上訂單的一些資料的串聯 讓這些貨品能更順利的出貨到客戶的手中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是客戶的服務 可以透過一些資料的一些串流 去跟過去跟客戶的一些過往的經驗 如何去升級 去了解到客戶的需求是什麼 而不是我們自己企業在升級而已 我們應該去from outside in 去看看聽聽看客戶需要什麼 也透過這樣的一個智慧升級 去達到一個未來一個新機會 那最後一個部分是員工的培訓 我認為這也是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其實硬體軟體到位了 那軟實力的部分也是一個重點 就是我把工廠的一些AI 一些設備升級的數位化 數位轉型 但是工廠的人的思維 它的技術到底有沒有跟上來 其實這也是企業主必須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好 那這是整個智慧製造的一些挑戰 那我們現在再把它聚焦到視覺的部分 它其實在這個產業的機會是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簡單看到 它是從2020年的1.1個billion 它的單位是美金 它會一路成長到2026年16.7個billion 年複合成長率是57% 其實它成長幅度非常大的 所以有非常大的機會跟市場在裡面 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亞太區的部分 為什麼特別說亞太區呢 其實亞太區在智慧轉型上面 其實可能沒有歐美這麼快 但是所以機會點也非常多 特別是在中國 可能中國因為AI軟體的一些崛起 那韓國、日本、台灣這些半導體業的一些 高科技的一些需求嘛 所以它的成長力道是非常大的 當然也仰賴一些比較主要的一些技術 不管是Deep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或是一些3D視覺 還有一些AIoT、Edge Computing的這樣的一個需求 你才能去達到我們未來一個 AI視覺的一個技術 這個產業是我們在Focus的幾個產業 也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是半導體業 相信台灣因為有護國神三辦台積電嘛 所以其實在整個供應鏈上面 都是有非常大的需求 可能一些Waver的一些瑕疵檢測 那用可能如果你用傳統的一些視覺的方式 你沒有辦法這麼彈性的去把瑕疵找出來 那你加入了一些AI的元素 不管是一些刮痕等等的 比較有變化性的 那你可以利用AI的方式去做進一步的檢測 那第二個是汽車業 我可能在汽車業的一些零組件 其實台灣很多中小企業 他在做一些金屬加工 有非常大的實力 但是其實很多金屬加工 自成你是透過人眼去判斷它的好壞 那如果在這個方面去導入AI的時候 因為金屬本身會反光嘛 那如果我在每一個檢測的過程 我可以更快去縮短一半的時間 那其實生產的效率、量率都會提升 那第三個是食物業跟飲料業 那其實這個就是在做一些跨體控制 不管是貨品的收聽啊 或是一些Pattern的一些比對 那都需要這樣的一個視覺的技術在裡面 最後一個部分是醫藥業 這兩年應該變得非常的火紅 因為COVID-19嘛 大家都打疫苗 那其實你有想過疫苗的製造 其實也是要透過一些AI視覺的一些技術 才能達到這個產品品質的把關 那也特別在這塊也是一個崛起的一個產業 好 這個是整個AI機器視覺的一個架構 我用三個源泉來講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AI的platform 那當然透過你在檢測的過程中 你需要可能computing的能力 那你加速卡的需求等等的 然後去選了一個platform 那第二個部分是 你要怎麼樣去把這個資料收到我的系統裡面 那不外乎就需要一個camera的interface 那主流的當然有GIGAE或是USB 甚至更高階的這種限少的camera link的一個camera 去做一個資料的傳輸 把資料收到我的系統裡面 那有了硬體的整合之外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軟體 軟體在氣視覺這一塊 其實有主流的 不管是Conex的VD Vision Pro 或是Hawken 或是開源的這種OpenCV 甚至像我們 比較厲害的是 像我們台灣很多中小企業 那它有一些很克制的這種 AI的軟體的核心的一些服務 都是在這個裡面 那透過這三個圓圈的元素去架構了 這整個AI視覺的一個最基礎的元素 那我們把繼續focus在工廠裡面 最簡單的一個工廠製造 你可以想像的是說 當工廠製造出東西 工廠製造出一個產品出來之後 你要去確保它的quality是怎麼樣 那其實我們現在智慧升級 我不可能再用人眼的方式 這樣太沒有效率了 那其實我們要透過一個 一個自動檢測的方式去檢測 那我們可以先選擇符合的硬體 去看這個檢測的複雜度 去做挑選 那第二部分就是 因為你需要做到AI 你需要做到這種視覺的一個平行運算的處理 所以加速卡的選擇也變得是一個必要的元素 那開發的套件 你可能要不管只選Windows Linux 或是說一些開發的語法 這些都是要去做一個選擇 做一個匹配 去把你的效能去能最大化 剛剛最後一個部分就是 就是Camera Interface 那就是也是 不管是線性掃描 或是Area Scan 這樣子的依照應用去做一些搭配 那這樣的一個串流 一個流程 就可以去做到產品產出之後的一個 quality control 好 那產品順利產出之後 它的品質也沒有問題了 那下一步要做什麼 下一步其實就是要做包裝 去確保說包裝出貨這一段 那我可以特別在這一塊 我可以用一個AI的一個檢測 我可以去測量這個物品的一個基材 以前可能我還要去量它的長寬高 然後去決定它的包材 那其實現在AI智能已經可以做到 直接就可以去確保你的基材 你可以知道你要用多大箱子去裝這批貨 那我要準備多大的可能貨櫃 怎麼去處理這些貨品 對 那它一樣也有這樣的一個產品 可以去做搭配使用 那這個產品其實是一個NVIDIA的SOM的一個架構 那它就是跟上一個產品不一樣 就是說它可以透過內建的一個 它是built-in的一個GPU的加速 所以它是一個一體的 你就不需要額外的加速卡 就可以做一個開發 然後再用NVIDIA原本提供的一些Jetson的package 去做一個開發的一個需求 好 那剛剛提到的你在做一些3D的一些基材的一個需求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一個3D的Camera去抓一些深度 因為它不是平面的 那這時候就需要用一些3D的3DVision的一些技術去做一個串聯 好 那剛剛再提的其實都是Edge端啦 那如果Edge端的部分檢測完成之後 每天其實有非常大量的數據 那你可能要去把整理這些數據 再把這樣子的一個檢測的效率啊 檢測的準確率再提升 那我們必須要透過AI的model training 才能去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這邊能提供的方案 其實就是更高階的一個系統 它已經是到Server等級的一個需求 那它插的一些加速卡就是更高階的 可能像NVIDIA的Tesla 或是說Intel 甚至是Lilins的一些FPGA的一些串聯 然後再選擇一個AI的一個framework 不管是一些TensorFlow TensorRT這樣的一個技術 那每天把大量的資料去做一些重新labeling 然後重新training的動作 把一些準確率再次提高 去幫助到工廠的一個生產力 跟一個量率再次提升 那其實艾訊在這一塊也做得非常的完整 那我們也提供了一系列的方案 就是不管是從最輕量的這種Light的Industry 到進階版 甚至最高High Performance的產品 我們都做一系列的對應 好 那剛剛我這邊要想提一下 因為剛剛聽到簡教授講的就是 我們其實在剛剛講到一個ATS的一個Standard的一個標準 我就很有感覺 因為其實我們公司 也是Based on Intel 或是NVIDIA的架構 去發展我們的產品 但是我們的產品 必須在其中做一些變化性 像接下來的一些產品 就是有去這樣子的一個策略在裡面 像第一個 像我們的AI100 500甚至800系列 它其實已經跟一般的PC就不太一樣了 它是真的是from outside in的一個產品 去做一個對應 去做一個對應 譬如說100系列 你可以在工廠之中去做一些 不管是電子圍離 或是人員管控 這種3D視覺的一個需求 那到800系列 你看它長得比較特別 它是非常強酷型的 然後它是全機防水 那就可以直接放在戶外型的 做一些Edge AI的一些實際的一些應用 那最高階的900系列 也是可以放在智慧工廠之中 不管是AMR HB的一些應用 那也是提供了對應的interface 去讓客戶去做一些專案的串聯 那在Edge的Inference系統 我們有一系列的一個產品做對應 那不管是這種整合型的產品 或是說我可以去加上 Consumer顯卡 甚至到工規Quadro的一些 顯卡的一個串聯 我們都有一系列的產品 可以去做一些對應 這邊也簡單highlight一下 我們這邊的一個新的一個產品 那它是IPC950系列 它跟一般的Intel的系統不太一樣 它是內建的一個GPU 所以你不需要特別去把 去可能插一個GPU的一個顯示卡 那它的效果 檢測效果也是非常好 這邊也簡單提給客戶一個concept 它其實是在去判別PCB上面的一個component 你可以看到的是電容 或是一些電阻 然後震盪器等等 它可以透過AI的一些視覺 類似人眼的方式 很明顯地去判別它的component的種類 跟它的位置 那這樣也是透過一些AI的技術 才能去達到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最高階的這種做深度學習的系統 我們也有一些方案 那像我們有TowerPC 或是說這種RackMount的PC 去做這種高階的應用 那其實我知道在設備業 因為在一些設備的機台裡面 它有一些局限貢獻的考量 所以其實在這種Tower的需求也非常大 那到了進一步的每天在做一些資料的匯整 深度的學習 那我需要更高階的這種Sever Grid等級的一個產品 我們也可以去對應給客戶 一個Note 兩個Note的一個產品對應 好 那說了這麼多 其實我們能提供的整個方案 其實就是platform 依照客戶的需求 它需要的運算的能力 的computing能力 連結性 還有一些加速的需求 Camera的interface 或是說控制的一些IO需求 我們都能提供一些完整的服務 那我們也結合我們的partner 不管是SI或是ISV這種AI核心的一些軟體 去做一些整合 然後去獲得更多專案的一些機會 那我們的BOOST在右前方 那也很歡迎各位去看一些我們的一些 在AI視覺的一些Life Demo的一些案例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部分 我邀請我們的partner 音式科技 剛剛都是在講一些AI架構的東西 我們現在直接到達場域的一些應用案例 他們實際做過的一個案場 好 謝謝 OK 謝謝Wen 那我代表音式科技 然後我是我們的技術經理 我叫Benjamin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們音式科技 那首先我們是跟艾訊科技合作 那他們是做硬體 然後我們是用這個AI視覺來加值他們的硬體 那我們是新創公司 我們成立在2018年 然後專精在這個AI的視覺領域的部分 那我們自己開發了從bottom到top 就是從底層開發了一個全新的光感辨識引擎 那我們的專業就是在做這個深度學習的開發 所以剛剛我們的標題是 就是AI視覺如何去助攻這個智慧製造 那我們就專精在這個AI視覺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從底層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我們非常知道這個AI視覺的痛點在哪裡 那最難的就是這個標記系統 也最花時間 所以我們自己開發了一套這個線上的多人標記系統 那我們可以同時無上限的人數 可以同時做一個專案的標記 多個專案的標記 所以可以加速我們再把AI導入到工業視覺的這個部分 對那未來我們持續也會在AI這個領域一直不斷的發展 然後有一個更好的solution可以提供給大家 那如何在一個新的這個領域裡面導入AI呢 首先我們會先去定位這個分析這個案子要怎麼去做 那我們來蒐集這個案場裡面所需要的任何的資料 所需要的任何的樣本 那接著我們就會開始進行這個AI的標記 那標記完以後我們就會放回我們的survey端然後進行訓練 訓練完以後就會進行反覆的驗證 看我們訓練的結果是不是符合客戶的預期 或者是他想要偵測到的結果 然後我們就能夠執行這個專案 那這其實是一個最基本的basic的一個loop這樣子 OK 那在進入到AI之前其實AI一直從1960年就開始了 那廣義的AI其實就是我們在寫扣那個 那個裡面的那個if else或者是switch 那些全部都叫做AI 但是那是一個非常固定式的AI 也是我們常常在AI領域裡面看到的 就是傳統的影像視覺可能就是用一個法子在做判斷而已 那那個會非常的就是沒有辦法彈性的適應各樣的 我們今天的瑕疵 OK 那有可能那個環境的光源稍微有了改變 我們今天所有的參數就沒辦法使用了 對這在這個傳統的AI領域會常常遇到 那接下來就進入到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部分 那我們說我們是專精在這個影像辨識的AI 所以一開始在這個1980年代 那時候在學界就已經開始提出了很多的複雜的這個特徵描述 那那時候因為我們1980的年代的那個電腦 它的運算量其實沒有辦法跟上我們的速度 所以在那時候甚至已經有提出了一些deep learning的演算法 但因為硬體跟不上 所以那時候就完全就是一個沒有辦法被kick up 的東西 那一直到2010年代 然後我們GPU開始崛起了以後 我們的那個深度學習就開始成為各大業界的話題 那一樣就是在這個智慧製造裡面 深度學習也是辦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OK 那再來就是介紹我們的這個多人標記系統 那很多我們在坊間遇到的 或者是一開始的這種中小企業 他們在做的標記系統都是單人的離線版的 他可能就是一個人負責一個專案 標記完了以後再回到一個server去做訓練 那我們這邊提供的是多人版的web標記訓練平台 也就是說一個中小型的企業他要怎麼導入這個AI 他只需要一台固定式的AI server 那這個server在這個公司裡面的內部內網裡面 可以提供所有的需要標記的人 他可以有各種的角色 標記員或者是我們的管理員 他可以直接進行AI的training跟監控 OK 那同時我們也提供了就是實際上在這個工業檢測 我們會需要非常多的interface 所以在這個影像擷取的部分 我們就有非常多的多界面輸入 比如說像RTSP 有些像CAM Link等等的 就是各種的影像輸入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專精在這個影像前處理的模組 那因為實在是就是我們要檢測的目標其實非常種類很多 所以藉著不同的模組我們可以強化各種不同的特徵 把這個強化過的特徵以後再放到這個類神經訓練裡面 那他就能夠真的能夠就是提升我們的辨識率 然後讓這個辨識模型實際上就是可以應用的 OK 那我們的Solution就是這個Server段是負責標記跟訓練 那只需要一個而已 那實際上在這個產線上我們就是看它產線的工業檢測 需要有多少樣的工業檢測 有些產線只需要一個 有些一條產線可能需要十個以上 那這是搭配我們的Edge主機 那剛剛前面的也有提到就是我們有這個邊緣運算的主機 那邊緣運算的主機通常都是 就是Ubuntu、Linux或者是Linux-based的那個作業系統 所以其實我們的那個開發也是在跨平台的 Windows可以,Ubuntu也是可以的 那這邊有幾個應用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一條記憶體 那這個應用案例是需要檢測記憶體上面的文字 然後它如果印刷錯誤或者是漏字 或者是這個數字其實是代表著一個品項 它有可能是不小心把另外一個品項 裝在這個記憶體上面 所以我們要檢測它是不是有裝錯 那這個困難點就是 記憶體它上面的字是非常小的 然後再來是它是 不是在同一個方向上的 它有可能是旋轉90度旋轉180度的方式安裝 所以我們需要做很多前置處理 才能夠把東西pick up出來 然後再來是它的文字非常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右下角 它其實是非常模糊看不太清楚的 所以這邊傳統的這個文字辨識 是沒有辦法在這個案例使用的 所以我們必須依靠AI的 就是我們自己所開發的這個AI引擎 可以準確的辨識到每一個字元 然後接著這個是我們實際上 以一個案例來說明 這是一個陶瓷機板 那它是窄板 它上面有會打雷射編號 那這個編號也是非常小的 它大概不到一個指甲的寬度 那我們也是需要就是 在這樣子的流程裡面 把它的序號辨識出來 然後它才能夠把這些產品 加入這個工業4.0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PCB的漏筒檢查 那我們知道就是PCB板其實是非常大的 那上面有可能有非常多的瑕疵 有刮痕 有漏筒 或者是缺憾 或者是立背等等的 那我們的瑕疵檢測就會 特別把這些瑕疵都做個別的標記 標記完成以後 它就能夠很快速的檢驗出來 那像我們的快速就是 我們能夠在像TX2 NVIDIA TX2的這種平台上 達到FPS30以上的辨識速度 所以在這麼快的辨識速度下 它可以加速這個產線的 就不會造成產線有bottleneck的情形 好 那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